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8月1日,星期四 我们跟大家聊一聊李小玲,就是李鹏的女儿 李小玲呢,她是1961年出生 大学考不上,就是上了她父亲势力范围所在的华北电力职工大学 读了个大专 后来呢,因为她父亲把她这个关系啊 就是说,从那个华北电力系统给她调到了这个电子工业部 这个,然后搞那个什么,就是经贸关系 当一个副处长 也就是说,不是电子工业部,是调到能源部 能源部呢,负责这个对外的经济贸易联络 这个方面是由她负责 后来呢,又进清华大学 这个叫电力,电力自动化专业 读一个工学硕士 大家想想,清华大学工学硕士 你连大学本科都考不上,只是一个大专水平 你怎么能上清华的这个工学硕士课程呢 所以她很多门课都是找了关系 不及格找了关系,想办法过关 结果有一门课,那个老教授啊,还真是非常的认真 不管是系主任去说,还是校领导去说,都不听 非得说坚持给她不及格 人家李晓琳后来还是有办法 就是说最后找了人,把那门课给取消了 那门课不计算成绩 所以这样的话勉强过关 然后后来呢,这个到九十年代啊 就是专门为他量身定夺 要建立一个中电国际 就是电力部门向海外投资 这个筹办工作呢,由李晓琳负责 然后很快呢,两年之后 他就成为这个中电国际的总经理助理 后来又当常务副总经理 然后后来呢,再就变成了他成了一姐 就是成为中电国际的董事长 后来他还担任过大唐国际的副总经理啊 董事,一大堆的头衔 什么政协委员啊 从2008年担任政协委员 在2012年这个提出了一个提案 说要为中国每一个公民建立道德档案 对大家进行约束 就是,所以这个非常招人恨啊 大家说那领导带头吧 既然你要是为公民建立道德档案 那领导干部更应该建立道德档案 是吧 所以呢就是结果他又不敢说什么了 就是说他在玻璃房子里边还想往外扔石子 你说他这个人是不是愚蠢至极 然后呢他自己呀 这个大捞好处 除了刚才讲的中电国际 他是董事长以外 还有一个叫中电这个能源 这个新的中电能源开发什么这类的公司 然后呢他把他的一个情夫叫黎亮 安排在这个公司去做这个首席执行官 而且是第二大股东 引起了大家非常的厌恶 他跟这个黎亮呢 这个自从成为情人关系之后 那个黎亮是从一个普通的商人 五年时间就身家就达几十亿 而且黎亮他原来是中国的那个公安大学的一个讲师吧 一个一个教师 没有什么从商的基础和经验 完全是因为跟李小玲呢有这样的关系 那么他李小玲自己有丈夫啊 那个丈夫也是所谓红二代 但是他丈夫平时在北京 而且还担任过这个新华 这个保险股份公司的 也是一个这个总经理助理 还是副总经理 反正也是高层吧 反正就是说他们家的这种 在电力行业啊 在很多的行业 尤其是电力能源方面 他们就是说占据了半壁江山吧 应该说 所以也有了这个国际媒体 把李小玲称为中国电王 中国电力一姐等等 他那个平时在参加两会期间 穿那个衣服都非常的奢侈 据说一身上下的品牌 加上首饰 身家好几十亿 好几十万 说错了 好几十万元人民币 所以你说他自己还作秀 他有一次到一个企业 所谓去考察视察 是一个国企啊 食堂吃饭 吃完饭以后 他让手下把他吃剩下的东西 打包带走 说不能浪费 国内的官方媒体 使劲的报道 说他多么清廉 大家想一想 他这个平时贪腐 把这个国家的资产转移 变成了他私人的资产 现在你看一看 这个查上网上资料 他自己已经不是中国公民 他说他是香港籍 其实香港公民和中华人 俄国普通的大陆的公民 还是有着明显的差距的 你有香港的这个国籍 有人说香港不是国籍啊 是香港特区 但是他香港的那个护照 就非常管用 他就相当于一个小国家 在国际上被接受的 一个独立的主体 你香港护照和中国大陆的护照 到全世界各地去旅行 能和相同的待遇吗 对吧 包括你投资啊 包括你这个定居 求学 那都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为什么李小林 要把自己的身份 从中国大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身份 换成香港这个居民的身份 香港籍 这肯定是有考量的 所以关于这个东西啊 有些人 总是跟你说是抠字眼 说啊 香港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啊 所以他还是中国国籍啊 这叫鬼扯 你自己如果是不是特别的无知 不是这种恶意的去搅混水的话 你当然知道香港护照和中国大陆护照的明显的不同 然后这些年呢 你说他们家贪腐 对吧 就是说除了李小勇 外逃 对吧 就是说这个李小勇 我上次专门也讲过一次啊 就是李小勇 在那个 期货 新国大期货案中 欺诈 卷走了五亿多元 然后逃到新加坡 这个事情应该说没有完结 他现在参加他父亲的葬礼回来 好像就是大摇大摆的 好像成为合法的 所以这个东西呢 中共官方为什么不给公众一个交代 照这么讲的话 以后犯罪分子逃了 如果有特权 也不经过任何的解释 就可以回来了 没事 而且这所谓公安部门 也不抓捕归案 也不对他进行起诉 所以这个是非常无耻啊 那么李小勇呢 这个他自己 跟这个李亮的关系 这个李亮呢 在香港平时常住 其实李亮是有老婆有家 而且还有二奶 就是说李小勇到底算什么 到底是一奶 还是二奶 还是三奶 还是情人 就是反正关系非同寻常 那2015年6月份 李小勇受到边控 他赶紧第一时间 打的第一个电话 就是给李亮 就跟他说赶紧走 走得越远越好 所以后来呢 当李亮跟他自己的好友 这个通电话的时候 非常感激 说这个李小勇对他真好 如果不是他这个及时通知的话 他就来不及跑 所以呢他赶紧跑 跑到哪了 跑到澳洲南部的一个海滨 林小城市定居了 因为他有钱啊 他所以呢 还是可以在澳洲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 所以他非常感慨 他就对自己的朋友说 说这辈子跟李小勇只能做情人了 不能做夫妻 如果来世有机会的话 来世应该跟李小勇做夫妻 他觉得他自己 他觉得李小勇给他了最大的帮助 因为他的资产 刚才我已经提到了 那李亮只是一个帅哥吧 除了帅哥以外 他没有什么本事嘛 要五年时间 从一个普通的商人 变成了身家几十亿资产 那当然是李小勇给这个情夫的回报 然后呢 也有人说这个车峰 就是戴相龙的女婿 跟他们也很熟悉 他们经常在一块 那车峰跟李小林 有没有这种情人关系 有的人猜疑有 但有的人说没有 他们就这些人就经常在一起吧 就是说这个 还包括李小勇 虽然在中国大陆不太方便 所以在新加坡香港 他们还是经常见面 那么这些这个家庭家族的腐败 巴拿马文件早就已经揭示了 就是像李小林在汇丰银行 存有250万美元的这个存款 这个都已经被媒体公开报道过 巴拿马文件也指出 他这个在欧洲的一个 列治敦士敦那个小国啊 注册了一家公司 叫Selo Foundation 这个Selo Foundation里面 大量的资产 这个转移到底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洗钱的一种行为 还是卷走公款 你说李小林 他本来是一个大专 如果要凭他自己的本事 你说他能干什么 他最多也不过就是 混到今天 就是一个国企的 一个基层的技术人员 或者是一个小干部 但是他还吹牛 他说除了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 人家都说 他是靠着这个父亲的资源 他却否认 他说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 一步一步干出来的 他说我们家的这些子女 都是靠自己干出来的 能力之外的资本为零 所以这句话成为一个笑话 所以李小林的语录 在国内是非常流行的 无论是他要建道德档案这件事 说对每个人都要有约束 而人要支持 他特别强调了人要支持 但是他自己到底支不支持 他根本不知道羞耻是什么 所以他天下最无知最愚蠢 最不要脸的恐怕就是他了 然后这次他父亲死了 他还写了一个道文 有人说是他写的 也有人说不是他写的 他这个道文里边写的父亲 把父亲说得多么的伟大 他强调了两点 一点就是说他父亲记忆力操群 而且年轻的时候就有写日记的习惯 其实这个话是话里有话 影射什么呢 影射李鹏想在香港出版的日记 据说后来官方没有允许出版 但是那个文字是在网上广为流传 所以书稿虽然可能没有正式成为纸质印刷 但至少在网上是很容易阅读李鹏的日记 里边在谈到镇压六四屠杀的时候 把那个责任很明显的推给了邓小平 到底是不是 大家也知道这个实际的决策人 当然是邓小平 但是李鹏呢 深怕别人把他这个 一直固定为这个六四屠夫 这样一个形象或者称号 所以要想办法要把这个推出去 那么他呢就是把那个过程就讲了 所以邓家呢也非常的不满 那么这本书他没办法出版 但是呢李小林借此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你们要想知道六四屠杀真正的决策者是谁 应该看我父亲的日记 他是这样的一个影射 另外呢他又强调了说他父亲死啊 北京呢天上下了大雨 倾盆大雨呢 好像就是说老天在为他父亲啊 就是感到悲痛啊 就是说他就说亿万人民 全国十几亿人都在悼念他的父亲 其不知他父亲在十几亿人心目中 那就是独夫鸣贼 对吧 就是一种千父所指的六四的柜子手 历史罪人 如果要是讲 他那个他的文章发出来以后 人家都笑 都说你这个说是泪水 是人家悼念你父亲的泪水 还不如说人家都是口水 吐吐沫 一人一口吐沫都会把你父亲淹死 然后还有人说是尿水 就是说用尿可能都觉得这个交给 交在他脸上都觉得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所以呢这个 他的无耻到这样一个程度了 越是招人恨 这个整个家族腐败那么严重 他还越在标榜自己的父亲多么受人爱戴 当然他自己本人跟他父亲的情感 当然很深啊 对吧 唯一的女儿 而且父亲给他把一切都造就好了 一切都给他打造好 量身定夺的 对吧 量身定做的 就是说这个 当他想成为国企负责人的时候 想成为特别富有的人的时候 等于是一切资源都是现成的 他哪有什么本领 他就是靠这样的一种体制内的资源 靠他父亲的权利 给他编织了这样的一个朋友圈 这个朋友圈呢 基本上都是权贵 而且人家真的是把他当朋友吗 只不过就是暂时利用而已 所以你看看他那个轻跳的样子 包括跟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见面的时候 摆的那个姿态 那个摄影记者无声地记录下了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场景 这个照片希望大家有兴趣 在网上调出来看一看 你们自己去判断吧 我觉得有一些专家能够从技术层面来加以解释 肢体语言 这个表明发出了什么样的信号 如何如何 对吧 所以呢 李小玲的事 我觉得恐怕一次还讲不完 我今天先说到这儿 先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